欢迎回到新闻大追集的节目现场 我们看来这个A-Team还有M-Team 各自有新的一个课题跟挑战 就像刚刚提到 现在中国大陆正在迅速的崛起当中 黄总经理来看一下 在这个工具机产业的部分 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 有没有想出一些应对的方法呢 我想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 我们台湾的这个工具机产业 唯有就是说 持续的精益求精 以我们的一个硬实力 加上我们的一个软实力 变成我们台湾工具机产业的一个巧实力 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个崛起 我想现在因为整个这个产业的需求 是走向自动化 走向客制化 然后我想走向自动化 走向客制化 都是我们台湾工具机产业 在台湾累积了将近60年的 一个很强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发挥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就能够持续的领先中国大陆的一个结局 是 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服务业的一个概念 加到制造业里面 因为大家都说台湾的服务业做得非常好 但是这样的概念 加到制造业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 我相信就是可以击败这个中国大陆最好的一个利基点 那高总经理您的看法呢 在自行车产业的部分 OK 自行车产业当然遭受到中国大陆对岸的这个压力很大 可是我们做得到的是我们的quality service 我们要做到比它更好 那么我们要做到世界第一流的 对国外这些民厂的加工代工厂 还有开创自己更好的这些零件 跟乘车的市场跟设计 那么当然我们会遭受到东南亚国协这边的压力 可是我们要找出一条路来 我们怎么做能够跟他们平衡这下市场 因为他们在东协 萧欧洲的市场来讲 我们的确是很困难 14.5%的这个税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平衡 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韩国政府对世界宣布 他要做成世界第二 那我们也要想想 我们有什么策略来共同合作 来跟他应对怎样的他们的说法 是 那苏总经理最后来看 现在台湾其实要怎么来做一个转型 而且还有一个新名词叫做体验经济 这是什么概念 是 体验经济的来临 其实它是经济发展一个趋势 从农业 工业 服务业到体验经济 那体验经济很重要的 就是要把创新 要把美学的元素带进来 这就为什么我们工具机 要把美学的元素要带进来 就是体验经济里面来临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 那当然在整个合作网络的发展趋势上面 当我们的这些外销王国 被所谓的世界工厂所取代的时候 我们的合作网络当然也比如说做转变 要转型 要升级 第一个转变升级的地方是 我们从制造网络要变成 所谓的价值网络 我们必须要把研发创新跟行销 服务要带进来 第二个我们的改变就是 刚刚方总讲的 除了硬实力之外 我们必须要把转实力跟巧实力 要带进来 让大家都变成一个 所谓的转性经济的创新者 第三个可能我们改变 经营的思维跟基因 我们不只讲规模 我们重要的是要讲隐形冠军 要讲价值的创造 是 价值的创造 也要让全世界看得到 我们看到现在台湾厂商 带自己的产品出去 往往让全世界的经验 甚至跟国际大厂平起平坐 我们真的要帮这些 深耕台湾的厂商来拍拍手 希望他们可以制造出 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也继续为台湾来争光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到节目当中 也感谢你的收看 下个星期请持续锁定 新闻大追击 我们再会 谢谢三位总经理 谢谢 心理要听什么是演听 什么是演听 三小姐 谢谢 谢谢 谢谢